欢迎回到Lucy频道,欢迎回到Lucy频道 隔了一个多月,终于终于我有时间可以拍影片了 那今天呢,是要跟大家分享10种容易会让日本人踩雷的台湾小吃 如果说在未来,你有机会可能会接待,招待到一些日本客户啊 或者是接待一些日本朋友的话 那就是尽量避免这10种小吃,或者是有这10种食材的东西 2019年,我们家就是因为老公很多日本朋友就是抢了我们家就是过夜 所以我们就是招待了许多日本人的经验里面,就统整了这10样 很容易让日本人踩雷的食物,那就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马上进入到主题 第一个呢,就是香菜,Coreanda 香菜,顾名思义就是很香 但是对一些人来讲,不喜欢他味道的人来讲,他就是一个臭 那大家都有吃过香菜也都知道,其实香菜的味道比较偏重一点 所以对日本人而言的话,他们其实不大喜欢那种 味道太过于重的食物 所以像是香菜对他们来讲,并不是香 而是一个味道很强烈的一道食材 所以就是有加香菜的东西,其实他们都不怎么喜欢吃 像是我们的一些汤品啊,像什么豆腐汤啊,贡丸汤啊 还有一些菜啊,其实一些料理我们都会放香菜 只要是有香菜的东西呢,就尽量不要带他们去吃 或者是说,可以挑掉 就请那个厨房不要放就不要放,那样子 所以记得第一个是香菜 那第二个就是沙茶酱 天哪,沙茶酱 有时候我真的没有办法理解 因为就是在台湾你吃火锅就是要加沙茶 可是呢,怎么讲 在日本其实并没有沙茶酱这个东西 虽然沙茶酱的味道对他们来讲是很陌生的 然后真的是我已经让了很多老公的日本朋友 试了台湾的沙茶酱 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没有一个人喜欢的 所以说并不是说他不好吃 而是对他们而言,这个味道太过于不一样了 他们就是短时间之间实在是无法接受味道这么强烈的 呃,一个调味料 像是我们吃火锅的话就是 有时候会觉得台湾人在吃火锅 不是只有在吃,不是在吃锅 而是一直在吃沙茶酱的感觉 就什么东西都要沾沙茶酱 那对他们而言,其实沙茶酱的味道太过于重 其实是会抢过原本火锅食材的味道 所以说其实他们并不是很爱沙茶酱 所以记得第二个,沙茶酱 是很容易让他们采雷的一个食材 那第三个,就是八角 你知道这是我们台湾的一些传统料理 像是一些乳肉饭啊,空肉饭啊 还有一些需要炖煮的那个料理 都放了很多八角在里面 那他们其实也不爱八角这种味道 因为应该说这个味道在日本也是没有的 所以他们第一次吃到的时候 其实就是很容易不适应 就是这什么东西,这味道是什么 但是,妙的是很多日本人来台湾都会吃乳肉饭 应该怎么讲,就是乳肉饭里面八角味 并没有那么浓 所以说其实他们倒是还可以接受 可是记得如果说你要招待他们去吃一些其他料理的话 只要是八角味很浓的东西都尽量避免掉 那第四个呢,可不可以让你出乎意料 第四个就是,芋头 而且,为什么会讨厌芋头呢?不理解的不对 因为在日本其实也没有芋头这个东西 就是它不常见 所以在他们日常生活中 你能够吃到芋头的机会真的不多 如果说你是把它做成甜的那一种 他们或许还可以接受 可是如果说是加在料理里面咸的东西 像是火锅里面加芋头啊等等 那种咸的芋头,他们基本上真的不爱 应该说不习惯吃这种口味的东西 所以说如果说下次你要招待客人吃火锅的话 芋头就别点了 因为不是说它不好吃 只是说他们会不大习惯这个口味 那第五个呢,就是皮蛋跟咸蛋 有人觉得,为什么皮蛋跟咸蛋也不行呢? 第一个,咸蛋是因为它太咸了 就是真的对于吃清淡的一些日本人来讲 他们真的无法接受 就算是金沙豆腐好了 金沙豆腐就,哇金沙豆腐好吃很下饭 可是对日本来讲 它也是一道过于咸的一道料理 所以它也没有办法 那皮蛋呢 皮蛋说它的外表会让他们害怕之外 皮蛋的口感跟味道 也是在日本他们没有吃过的 所以一开始吃到的时候 他们也会真的很怕 然后你真的能够 真的要找到第一次吃它 就爱上它的日本人 比较困难 所以说如果说你想要招待一些日本人 然后吃一些很道地的台湾小吃的话呢 虽然你可能很喜欢皮蛋跟咸蛋的料理 但是他们未必 所以这个呢就可以尽量避免 因为这两道很容易踩雷 那第六个就是鸭血 你知道日本人不怎么吃内藏 那他们又怎么会吃吃动物的血呢 是吧 所以说虽然说我们的鸭血真的卤得很好吃 可是对他们来讲 除了八角的辛香味很浓之外 这个也是他们没有尝试过的一个食材 所以说就是对他们来讲 很容易就是会对 吃了之后会觉得 好很特别的味道 可是他们可能并不是那么爱 而且像在台湾 你要卤得好的鸭血 真的不好找 虽然说就是麻辣鸭血到头都是 但是好吃的鸭血真的很难找 就是像我跟我老公 目前为止我们试到的 比较好吃的大概就是 这一锅 就是火锅店这一锅 他的麻辣鸭血 是他一些男生的日本朋友 会喜欢吃的一个口味 可是对于女生的日本朋友来讲 他们还是无法接受鸭血的味道 所以记得鸭血也是容易会让他们采雷的一道食物 那第七个就是 雞爪 对虽然说我们的卤雞爪真的很好吃 然后我相信这卤雞爪的口味他们也很爱 但是问题就出在于 他的形状 就是对他们而言就是 要拿一只雞爪起来啃 他们没有办法克服他们的心理障碍 除非说就是我遇到一些日本人 他们爱吃雞爪 可是他们爱吃的是去了骨的雞爪 像夜市会有在卖一些雞爪 是他把你把骨头都挑掉了 然后又把它切碎 所以基本上你在吃的时候 你根本不知道那个就是雞爪 像那种情况下的话 他们还有可能会喜欢吃 就是爱像雞爪的味道 但是如果说你是拿整根雞爪 让他去啃 抱歉 大概十个里面有九个半 都会跟你说他不要 所以就是说鸡爪也是会容易 让他们踩雷的一个点 那再来第八个呢 就是台湾的小吃 面线糊 就是面线糊 其实很多台湾人都很爱面线糊的味道 但是对于就是日本人来讲 不是说他的味道不好 而是他的口感 他们不是那么的习惯 因为像在日本的话 他们拉面不管是什么面 其实他们都是蛮有嚼 应该说他们是蛮有弹性的 然后他们也喜欢吃偏硬的 可是我们台湾的面线 他除了糊糊的之外 他其实很软 所以他们根本不知道说 那个是什么东西 就是像我自己的老公好了 他每次都就是在那边笑说面线就像是鼻涕 然后就会让我很想打他 因为就是老婆我就是爱吃面线 你在旁边说鼻涕是什么意思 面线糊的东西呢 就是他就是有点稠稠的 然后吃起来又没有面的那个咬劲 虽然说还是会有人喜欢 可是大多数其实还是不是很喜欢面线这道东西 不是说他不好吃 而是说他的口感 不是他们爱的那种面的口感 第九个呢就是肉圆 你会觉得肉圆这么好吃的东西 怎么会不爱呢 应该说他们不爱的是外面的那一层皮 那其实我得到的很多回馈是 哦其实外面那一层皮不需要 就只要吃里面的肉就好了 但是come on他的精髓 就是炸的外酥那边的皮再配上那个肉呀 所以说就是虽然我不是很懂 为什么他们不爱这一道 可是我问到十之八角的日本人 其实都不怎么爱肉圆这一道料理 就是外面那一层QQ的那一层 对他们来讲是没有味道的 他们觉得这是没有必要的 然后再加上酱料偏甜 他们不是那么的爱 所以总综合起来 就是肉圆也是很容易可以让他们采雷的一道食物 那最后一个不用我讲 你应该会想说 还有一个东西为什么你都不讲 那应该是 不是只有日本人不爱 我想就是很多外国人都无法接受 甚至台湾人可能自己也不爱 有些台湾人可能也不爱 但是却是我最爱的 臭豆腐 第十个就是臭豆腐 虽然说对于爱吃豆腐的我而言 真的很希望就是他们都可以试试臭豆腐的美味 可是对他们而言对外国人而言 臭豆腐已经不再是好不好吃的问题 而是在于它真的太臭了 臭到就是无法吃下它 光是就是可能隔了两条街都可以闻到它的味道 可是你也知道爱吃臭豆腐的人不觉得它是臭 而觉得它是虾 但是呢就是日本人对日本人而言呢就是 臭豆腐大死 真的都不吃 就是可能只要是这个空间有人吃臭豆腐 可能就立马就走也不进去的那种 因为它连味道的味道都无法适应 所以说记得 所以说有时候可能是出于好心 想让他们尝试一下臭豆腐的美味 但是他们真的无法接受那强烈的臭味 所以为了你的友谊 跟为了你客户对你的好感 就是臭豆腐千万不要带他们去吃 那以上10样呢 就是我们从过去两年以来 就是一直接待老公的日本朋友 然后带他们到处去吃所累积下来的经验分享 并不是说这些东西都不好吃 而是其实就是一个点 就是这些东西在日本 其实并没有 他们也不常去吃到这样的口味 所以对他们而言 这是一个陌生 然后不习惯的味道 所以说他们需要时间来适应它 一开始吃到陌生不喜欢的东西 其实他们会比较容易有排斥感 那再套一句就是在台湾住了六年的一个日本朋友讲的 很多台湾的小吃呢 你就是要一直不断的去尝试它 你至少要试过五到六遍以上 你才会发现到它的好 你才有可能会慢慢爱上它 但是呢臭豆腐他们打死都不会爱上 就是说真的因为它真的太臭了 就只有一些奇葩会喜欢它 像是我的老公 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 那在未来我也会多多在频道里面 就是跟大家分享和日本人相处的一些经验之谈 还有一些文化冲突的部分 如果说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者是说不同的意见的话 也欢迎在下面留言让我知道 我会尽我所能回答你们的问题 那还没有订阅我频道的人 也可以记得 按一下你右下角的订阅牛海小铃铛 这样子我上传影片的时候 你们才会收到最新的消息哦 我们 咳咳咳咳 给丢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咳咳咳咳咳咳